2月6號醒了好像是3月多吧 當時我不知道我是整個大腿全部都被拿掉 其實我那時候不太跟正式人物有結束 因為當時我記得當時他是市長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我出院之後他還是有來安排說要來看看我 他雖然那時候賴夫那時候到中央去了 然後他還是固定他一年會過來看我一直到家裡面 而且他來之前都還會問所有的記者 所以他都是私人行程 就是他有回台南的時候 或是要過年之前他就會安排過來 過來看看我 我就覺得說他是有把我們這些宅民放在戲裡面 這是讓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正式人物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市府 太陽市府不知道辦什麼活動 就是請我為貫的人都有過去 然後我要離開的時候我就跟他握著握手 然後他握到我的手 他是那個醫師的那個Fu就起來 他握著手就說你這個手比較冰 怕我是感冒還是什麼 就開始在那邊 好像滑坨一樣 就開始在那邊落到腳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2月6號醒了好像是3月多吧 對 但當時我不知道我是整個大腿全部都被拿掉 其實我在醫院已經住到285天 就有一次那個醫護人員進來幫我換 對 啊我跟他說那個不好意思我腳有點麻 可以幫我敲一下嗎 對 然後護士就跟我說 那個你沒有腳啊怎麼喬 坐上輪椅之後 對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 心裡難過 電梯有鏡子 我就看到我自己的樣子 我自己都嚇到 對 那時候我 我真的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 因為當時橫紋肌溶解太嚴重了 所以 不斷地截肢 不斷地截肢 到後面沒辦法 就只能兩個大腿骨都拿掉 然後我才認清這個事實 其實我那時候不太 認不太 跟正式人物有結束 因為當時 我記得當時他是市長 然後 那時候他 他 就是我出院之後 他還是有來安排說 要來看看我 他 雖然那時候賴父 那時候到中央去了 然後他還是固定他 一年會過來看我一次 到家裡面來 而且他來之前 都還問所有的記者 所以他都是私人行程 就是他有回台南的時候 或是要過年之前 他就會安排過來 過來看看我 我就覺得說他 他是有把我們這些 災民放在戲裡面 這是讓我覺得比較 不一樣的一個真正 然後有一次就是 在市府 在市府不知道辦什麼活動 就是請我們 為貫的人都有過去 然後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就跟他握個握手 然後他握到我的手 他那個醫師的 那個 FU就起來 他握我的手就說 你這個手比較冰冷 怕我是感冒還是什麼 就開始在那邊 好像滑陀一樣 就開始在那邊跟我講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很溫柔的人 因為你也知道 人生還是 還是很長 你還是需要過下去 你不可能說 因為變成這樣 你就放棄還是什麼 其實這是我最大的動力 就是不想要 他們 擔心我 變成這樣子 然後之後是因為 後續經過 那個 家人的安排跟幫忙 有去國小 做那個分享 才慢慢走出戶外 去演講幹嘛 去講自己的生命意識 這些 才慢慢的去 想把這個正能量 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選擇去面對他 去勇敢的 去讓他們知道 說其實 我是可以過得很好 我的目標就是把自己過好 不要讓家人擔心 這是我最終的目標